《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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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人会充实自己 老年快乐是真快乐 老年有福是真正幸福 年轻的人吃点苦头不怕 无所谓 能扛得过去 比年轻品德学问 佛法上修养 非常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把这个大荒荒药浪费掉 年轻人要有深远的眼光 要看大远 要往八处往去看 年轻有福报不是福报 万年有福是根根有福报 万年后呢 体力翻了 一切都退化了 那个时候有人来照顾 根根有福 年轻的时候 极有体力嘛 吃点苦头不在乎吧 年轻时的种种享受不受 万年有福 那是根根的福报 如果希望我们万年有福 万年不受福 你就记住现在要受福 现在不受福 到万年后会已经莫失了啊 眼光看远一点 不要看得太近 看得太近总是吃亏的 所以账从小就要算 集气算成 年轻吃点苦头 不在乎 不觉得 老年苦那是真苦啊 那才叫苦啊 纵然有孝顺儿女 所以还是不容易 你到老年 几个人陪伴你 几个人照顾你啊 眼光要看远 要看得深 我们自己一生 该吃苦的时候吃苦 该享乐的时候自然有享乐 不必去忧虑 所以 你浮华了 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 命运虽然是有 但是啊 这个改变命运 转移命运 确确实实操纵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年轻吃点苦头 不在乎 身体体力啊 能抗拒的过去 都吃点苦 无所谓 年轻的时候有钱 全散掉 好 万年时候有财富 不吃苦啊 那叫真正享福啊 有人伺候啊 才永不欠缺 叫真正的佛报 如果这个佛报在年轻的时候来了 不知道保持 很容易丢掉 那晚年再也没有了 有好运会走完了 那就很可怕 很悲惨 万年走好运呢 那叫真正好啊 如果好运年轻的时候走完了 晚年没有好运呢 那才凄惨 才可怜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你如果真正明白了 知道这个事情了 好运在年轻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不享受 不接受 你的好运呢 会赢到万年 由此可知 命运虽然是有 但是啊 这个改变命运 转移命运 确确实实 操纵在自己的手上 因此 自古以来 真正讲道修行的 都要年轻 都要体力 譬如 灿灿 学教 念佛 都没有例外的 我们就念佛法门而来 我们打一个佛器 真正的佛器 使这一句佛号 昼夜无尽 一定要做到 不简单 不夹杂 不怀疑 气挺齐一 佛号不简单 我们能做到吗 五个同学们说 我就做不到 为什么呢 年岁太大了 体力衰退了 都要说七天七夜 一天一夜不休息 我这个体力就吃不消了 但是 我在年轻的时候 快做到 二十几岁的时候 的确 七天七夜不睡觉 那是不成问题的 可见的 修行虚成年少啊 四岁以后修行 就很苦啊 很艰难啊 这是我在此地 劝勉同修们 要成年轻女 力壮的时候 来认真点修行 我们看高僧传 看居士传 故事后 这些在家出家修行人 开悟的 正果的 对一行不乱的 都是在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这样阶段年龄当中 几乎占了 百分之七十以上 四十岁以后修成年 那是困虚而成 人数很少 不多见了 六祖大死 这是在中国佛教寺里面 最有名的一个人物 他老人家 开悟 正古 五祖把衣钵传给他的时候 他只有二十四岁 各位想想 不是这个人 哪有那一份精神和体力 他把他的精神体力 全部投在修学当中 所以有不思议的拯救 这是我们要清楚要明了的 无论环境怎么样的物理 要在这个理论去猎 不动心 修行人 首先在逆境里头 练不动心 然后更进一步 在顺境里面 练不动心 才能成就啊 你记得厚 你的根 就深了 根深地固啊 我在台中 老师就给我顶顶了多少次 祝福我了 叫我蛇臣了 将来出去洪华丽僧 总的四岁以后 年轻了 那不是 要先从秘境 要先受振抹 要先吃苦头 锻炼自己的心智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是这么说 你看看佛在经典里面 对于他弟子们 古来的祖师大德们 哪一个不是如实 所以我们明了 然后明了 怎样啊 护持年轻人 护持粗续 不让他退转 这是无比殊胜的功德 护持年轻的法司 要有节制 要让他吃一点苦头 不要认为 我这样对待他了 对不起不慈悲了 那你就错了 他要不吃苦头 他不能拯救 如果说一点苦头 都不愿意吃了 随他去吧 为什么 不会拯救